大家好 我继续领着大家逛墨西哥城 这个墨西哥城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也是一个艺术感比较强的城市 现在我们是在改革大道 这是一个墨西哥城的主要街道 十里长街两侧有各种的现代化建筑 也有纪念碑 雕塑 花园及各种艺术品 这趟街就类似于北京的长安街那么重要 这个是革命纪念塔 它的名字比较有意思 革命 像苏如什么改革大道 宪宝广场 都是比较进步的 才我命名一些个 广场啊 街名啊 建筑啊 这个是独立纪念柱 这个是独立纪念柱 是纪念独立的 也叫天使纪念柱 也是一个纪念碑 就在改革大道的马路的中央 这是沿着大道旁边的花园 有喷泉 有雕塑艺术品 感觉这个城市就是雕塑多 喷泉多 这个城市2200万人口 所以交通也是比较拥堵的一个城市 这粉色的就是出租车 另外就是教堂多 又是个雕塑 另外它每周啊 每周日是这个自行车日 这趟街上就是只骑自行车没有机动车 另外它每周啊 每周日是这个自行车日 现在我们来到了宪法广场 祖喀喽 就相当于北京的天门广场 祖喀喽也是世界十大著名广场之一 这是国家宫 首都大教堂 还有 还有Federal Building 都是国家重要机关办公的地方 它这个广场的两侧呢 也有好多古色古香的建筑 是不同的博物馆 感觉就是有点欧洲的建筑风格 因为它以前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在这趟街上也允许乞丐 像那个风琴声跟摇铃声主乞丐 也有市场 临时搭棚子的市场 在这个国家宫的四周 也是市场 总统办公都能听见吆喝声 要想进出海底 由警卫县开个道 都是地摊 广场上还有罢工的 这是救护车工人罢工 然后防茂队警察严阵一旦 盾牌呀 盾牌呀都准备好了 现在我们进到国家宫的里边参观 国家宫就类似于中南海 是国家首脑办公的地方 是后半部分允许参观 前半部分是领导人办公 这是一个会议厅 这是一个会议厅 里边也好像是博物馆 有雕塑 壁画 照片 各种文物 这个国家宫的亮点就是它的壁画 主要是反映墨西哥的历史革命历程 国家宫也类似一个艺术宫殿 国家宫也类似一个艺术宫殿 这是广场上下午的降过期仪式 也是这个广场上的一大亮点 它这个国家宫里就住有军队卫队 还调来一步 全部都是卡车 这个仪式挺重要的 宏大仪式 好今天就到这 谢谢大家 再见